全面下好幾位穿著正式服裝的男女 就走在游泳池當中 換個角度看更神奇 兩位富人就在泳池樓梯旁 卻完全不會弄失頭髮和衣服 這是阿根廷藝術家林德羅的創作泳池 使用玻璃隔開水層 利用錯式手法展現出觀眾 仿佛走進水面下的感覺 類似的裝置藝術品 竟然也出現在高雄的博爾藝術特區 博爾的作品叫做泳池天台 參觀者同樣可以走進游泳池的水面下 超炫的創作藝術才開放一週就爆紅 成為最新的打卡熱點 不過眼尖的藝術家就發現 這創作和阿根廷藝術家的作品 幾乎如出一策 被批評根本就是抄襲模仿 人民的納稅錢 一個冒板的 對啊 然後做一個冒板 然後現在就是還會 台灣又被原作的國家一定會批評 丟國家的臉吧 丟國家的臉 為什麼要去抄別人的東西 銀報抄襲爭議 高雄市文化局不願出面說明 只在臉書上發表聲明強調 對於引發爭議造成困擾 儘向廣大朋友 藝術界先進致切 此次爭議雖非博爾藝術特區的本意 但高雄市文化局體認博爾藝術特區 應該以高標準面對原創 若有疑慮就要釐清 因此將無限期關閉泳池天台 不過還是引發網友罵翻天 留言寫著請別讓原本是文化沙漠的高雄 變成文化A貨生產地 而這作品造價約80萬元 文化局未來不排除要全面重新設計 也讓民眾質疑這真的是浪費公堂 記者王家請包經營高雄報導